我老爸是摔跤教练 那个训练馆跟一体的训练馆是在一起的 所以那时候就经常会在那里玩 一开始就去玩了 玩着玩着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训练 一般爸妈现在都不过来看我 他们也怕影响我 平常受伤也不太想告诉他们 不想让他们担心 你累也累 你不累也累 你累也是一变 开心的去变 反而效果也不一样 面对困难痛苦 我选择去享受过程 因为我一直都很想拿去 最近全能 中国一直是还没有人拿 伦敦奥运会的时候 本来是上四项的 后来因为伤病 然后就把压力给了别人 就自己觉得很对不起大家的感觉 因为体操才可以跟好朋友他们一起相遇 一起训练啊 一起出成绩这种 我的梦想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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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铁道房的世界冠军房 上冠军场 世界冠军就奥运冠军 拿到奥运冠军 奥运会冠军 追求自己喜欢的东西 一点点去实现它